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又做福建传统年糕了 我们又叫做甜果 鲜甜卵肉又有润性 隔壁小孩都能把它拉成丝 首先碗中倒入半碗花生米 倒入清水提前浸泡4个小时以上 然后准备200克的红糖 这是以前买来泡水喝的 现在刚好派上用场了 倒入250克清水浸泡浓化 然后玻璃碗中倒入300克糯米粉 再倒入20克红薯淀粉 50克白糖加红薯淀粉时 做出来的年糕更有润性 红糖已经融化了,把它搅拌搅拌 然后把它缓缓的倒入糯米粉里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至浓稠的糊糊状 像这种拉丝的状态 花生筋不好,把它洗一洗 洗干净沥干水分放入糯米糊里 不喜欢吃花生的可以不放 也可以放红豆或者红枣等 增加口感同时增加营养 再倒入10克的食用油 使蒸出来的口感更细腻 把它们全部搅拌均匀即可 毛巾里铺上一张油脂更容易脱模 再把糯米糊倒进去 哇,感觉好像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底部也不能浪费了,用勺子刮干净 再用手挣几下挣出气泡 有条件的再撒一些黑芝麻好看又好吃 然后放入蒸锅里 盖上盖子水开中火蒸一个小时 蒸熟后起出来 哇,颜色看着好又冷了 红亮红亮的 现在还比较暖,要把它彻底的放凉 放凉后颜色会变得深一点 用刀把边缘刮一下方便脱模 在起初放案板上,撕掉油脂 看凉了也不会发硬的 再用刀把它切小块 切成你喜欢的形状 我把它切成长方形了 隔壁房间的小孩闻到香味感来了 迫不及待的就想吃了 这样福建长档年糕就做好了 香甜暖肉又有韧性 加入花生使口感更丰富 孩子们也说很好吃 每人一次吃了两块 喜欢吃年糕的朋友赶紧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呗 我是明显 我们明天见 拜拜